其实外省真的不一定是更好 我们先从这个很热门的草原三省 也就是Alberta, Manitoba,还有Saskatchewan这三个省项目 首先第1个是Alberta省 经常会听到一个就是AAIP 也就是所谓的Opportunity Stream 它的机遇类别 第1 首先它明确规定了 如果你是持有PGWP 也就是毕业工签的学生 去那个省去工作的时候 这是不可以申请他们的项目 因为他们只允许你持有 比如说是配偶工签或者是LMIA的工签 等等 或者是Alberta本省本专业毕业从事本专业学习 相对应的工作 你才能走这个项目 在这方面的限制是真的非常大的 工作经验要求 在过去18个月里面 Alberta是必须要求你 有不少于12个月的阿省工作经验 要找工作之前就要有工作签证 在除了这个工作签证的卡里之外 他现在还在工作时长上面 也把那个要求提的非常的高 另外一种在过去30个月里面有不少于24个月的同类型的工作经验 这个可以包括阿省 或者其他省 或者是海外的工作经验都可以 但是 必须的注明在这24个月不能完全是别的省 你里面是必须含有在Alberta这个省里面工作的经验 才可以申请 里面的那个现金也是还是蛮多的 我们来看第3个Alberta这个省的省提名下来之后 他们是需要把整个所有的材料 重新递交到联邦 而不是通过意义的加分600分来 实现他的PR的申请 所以他在PR的省批的过程中 时间的跨度可以达到两年或者以上 然后在这个省批的过程中 申请人是必须要阿省那里继续工作和 生活 然后我们来到第2个省 也就是Manitoba 首先他把他的项目分开 第1个是那个IES 也就是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eam 这个是也规定了是必须是 慢省毕业的留学生 比如说我们很多留学生都是在安省啊 或者在BC省毕业的 那不好意思这个项目可能就不适合了 他有另外一个叫做Skill Worker in Manitoba 就是SWM这一个项目 他是必须是持有有效的 工签为慢省的雇主全职工作6个月以上 如果你是其他省份的留学毕业生 你就要为慢省的雇主全职工作1年以上 才可以申请这一个项目 所以他前期的投入 时间投入是真的一点也不少的 Manitoba是作为一个资源大省 他相对安省和BC省来说 工作岗位上的数量就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而且他的PR审批时间也是要长达24个月 同时因为Manitoba是一个 受原住民 欢迎的一个省份 对于华人来说 对那边的社区融入度就不会很高 社交层面上的可能就会缺少很多 您好我这边是多资处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哦您是想咨询这方面的业务对吧 没问题 那我帮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